你好,STAR香港的朋友,你們好 我是Mail Rose,陳美依 今次我會講講自己入行經過 我之前考慮了經理人 我本身是健身教練 我經常都在dream room 有一天考慮了經理人的情況下 認識了大家成為朋友 聊聊天 他覺得我挺有資質做藝人 問我有沒有興趣,拍戲 其實我本身的夢想是做藝人 但從小都沒有這樣的機會 剛好遇到經理人 所以我是很榮幸的 也很感謝這位經理人 我入行後 其實我都拍了幾部電影 有一部會上映的 會在今年2017的暑假上映 叫做私人會所 我在這部電影中 會做一個股票經紀的角色 日後就上班 晚上就去玩 這樣的角色 那當中有什麼演員 其他演員 有作詞人陳永謙 其實他是我的對手戲 其他 到時敬請留意 那有沒有分享 有什麼趣事 有什麼趣事 其實我們電影中的一群人 無論是工作人員 導演、監製 所有人都很好 所有人都很好 完全是一個大家庭 大家玩得很開心 聊天、吃飯 好像自己的朋友 完全不覺得同事之間 那種格幕都是沒有的 嗯 我想問一下你 你會以拍戲的方面為主 還是以唱歌的方面為主 暫時都是拍戲為主 都是演藝方面 唱歌其實有想過 不過就 不會是現在 嗯 那你接下來有什麼未來大計 未來? 都是繼續努力 順其自然 看看經理人有什麼安排給我 那我就繼續努力一下自己的演藝事業 那其實接下來也會有電影繼續拍的 那到時也會再公佈的 嗯 好,謝謝 不用